1月7号,北京海定法院发布了案件播报 播报中称,因对严肃音乐著作权收益分配比例无法达成一致 严肃妻子李老太和女儿江琪子诉至法院 要求对严肃的音乐著作权之财产欺缠 两人表示严肃去世前并未对其音乐著作的财产权定立遗嘱 2014年以来,因琪子严先生对财产权分配表示不满 多次协商均无法达成一致 日前,北京海定法院受理了此案 目前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严肃老先生生前为中国音乐做出巨大贡献 如今去世后,家人出现这种事情也是非常让人痛心了 猛狼新闻,希望这种闹剧早日结束吧 报道